萨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念过一段广告词啊真的吗 细腻的冰淇淋不仅口感细腻 心思疼 细腻现在冰淇淋要回归甜的起 哈哈哈你能不能喝着茶 但是喝出那种珍惜冰淇淋的那种细腻有品味的感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你要先尝一口是什么来好的演员还需要尝吗 哎呦 对年轻人来讲喝茶可能是能让生活静下来 但是大多数年轻人要的是沸腾 热血清新和有味道 我觉得珍惜是更好的选择 啊这个怎么样还好啊 你给珍惜冰淇淋开发了一个新的口味 鸡汤味 哈哈哈哇珍惜真是个好品牌 哈哈哈哈 好我们看魏翰有什么关于张老师的问题 张老师我们先跑抛开您的旧爱萨贝宁部讲啊 最近发现您有一个新欢 陶老师 你们现在有一个网上叫做金刚祖宿 哈哈哈你们可以评价一下你的新的这个我们有一个照片来看看他们俩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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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是这么不喜欢 张老师这张照片拍的你就是显智商是有问题的 哈哈哈哈 我现在才知道不是我说的好包袱翔是一个 搞怪 配合的好 我来评价一下曹老师 好 金子身上充满了 呃灵气虽然有的时候财思酷竭的时候会在网上找一些段子 但是很认真的对待 相声这件事 我认为在年轻一代里面并不是特别多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 三两年 有可能金子在相声上会有大爆发 又有好遇 还有祝福 我就是没点评来 头套暴力的时间 张老 张老师 就通过他的这个言谈话语我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 有学问 而且一看就是一个读书人 要不然他怎么你怎么能怎么能当老师呢 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现在就是这么多 火的节目 学生对你的看法会有改变吗 不会 学生了解真实状态的 大家都熟门熟路 你是那种会给学生挂科的老师吗 不会绝不 我这个话早就跟所有的学生说过 当你发现你的成绩是六十分的时候 就意味着 你肯定就不是一个能及格的分 那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六十吗 第一我要让你知道 我知道你是糊弄我的这作业 你得明白你别觉得老师傻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你挂科呢 因为我认为在大学的成绩里面 你一旦挂了科有可能影响到他拿学位 第二 我觉得大学最重要的是一个 大家彼此促进的过程 同时我要是给你挂了科之后 我还得给你再出份卷子 我不认为成绩是那么重要的事 阿老师 我现在都可以想到此刻的弹幕 国家欠我一张老师 两位呢在